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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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能准确地预演此次分娩的时间 随着公缩的频繁 间歇时间的缩短 最后直至出现五至六分钟一次的公缩 不管哪里疼痛都有五花八门的原因 况且每个人对疼痛的敏感程度承受能力是不一样的 因为这样的不一样 所以导致了在对疼痛的描述上也有着差异 就像分娩痛 怎么样在做调研时就得到了 骨头要断了 像便秘一样 比痛经稍微疼一点 等等描述 而这些描述所指向的痛感根本就不在一个等级上 而各外男生对弹疼的描述也是多种多样的 比如说 想剑穿过去 想要爆炸的感觉 撕裂感 这一类的描述 总之也是各不相同 这很好理解 毕竟每个人的痛与不一样 你感觉这疼痛没什么大不了 我就觉得这疼痛就像要我的命一样 那么结论是什么 结论是分娩痛是持续性打击 弹疼是定点打击 如果我们能把弹疼的时间连长到和分娩持平 那么这两种疼痛说不定可以一战 既然知道了这两种痛没有办法比较 就不要再彼此谈论哪一个更痛了 我们多来点实际行动 比如说老婆生孩子时给她最大的支持 比如说和自己的妈妈好好相处 再比如说哥们儿但同时不要笑 让我们少一点争执 多一点关怀 这里是学长说 我们下节课再见